祝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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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号上午9点 嘉义教区圣若望主教座堂 举行李正英蒙席殡葬弥撒及告别礼 由嘉义教区婆英雄主教主理弥撒 台南教区林吉南主教主理告别礼仪 台中教区苏耀文主教 荣修刘丹贵主教 和曾蒙李蒙席亲赐的不少神长共济 许多修女和平信徒前来追到敬爱的李正英蒙席 李正英蒙席 号正 圣名董文学 1929年出生于天津 1950年到1956年 先后取得罗马传信大学哲学神学硕士 1961年 以易经形上学思想研究 取得米兰圣兴大学哲学博士 1962年到1985年 担任辅人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 以及文化大学等哲学系专任和兼任教授 1992年到1996年 担任天主教辅人大学 在台副校的第三任校长 2002年到2012年 担任辅大董事会 第15届至17届董事 柏英雄主教 在弥撒讲道时说 我曾经跟他在福大 待过三年 哎呀 回味无穷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只不能够锁住一位如此心胸广大 走遍云有四海的责任啊 可是他却谦卑地接受在我们的洛舍医院接受而已 那当然洛舍医院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安养的地方 但是我以他的深信 接触过他的人 他这个是海阔天空啊 在弥撒医院是有一点让他拘处 不过也是我们教医能够提供给他 所以有十年的时间 他在我们弥撒医院安养 在我们 中国人算是95岁 半年想去世 得享高手 这样精彩传奇的一生请问各位 华人十四亿的人口 大概找不到 这时间 非常可爱的学者 学生们都非常非常地喜欢他 我毕业的时候 特别请他跟我合照 他那个笑容还生硬在我的脑海里 最后 破英雄主教 带领所有主教 神长 修女和与会者 向李正英蒙席临前 行三举功礼 并祈求天赋 让李蒙席 早享天国永福 阿们 阿们 中文字幕——YK